刚才我们说的诈骗团伙已经落网了 但是警方发现这不是一个草菜班子 相反他们分工明确 野心勃勃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图示一下他们整个的诈骗流程 第一个出场的是键盘手 也就是这些个男青年 他们在网上去寻找目标 然后通过聊天让感情升温 直到感情真的稳定了 对方提出要视频了 这时候第二个出场了 也就是见面女孩 他们负责与受害人视频 以增加信任度 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见面 当受害人同意之后 第三步行动开始了 女孩们就会热情的请你去见家长 所谓的家长自然也是请来的演员 而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买礼品给花掉了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这时候会依据受害人的财力状况 决定下一步 是继续诈骗还是置之不理 那么这样一个团伙到底是怎么构建出来的 他们又是如何聚集到一花的呢 先把他们当中这老板拎出来说说 这位周某 他就是老板之一 他和另外一个老板周某 其实年纪都不大 二来岁 但是经历可谓是非凡 一直以来竟然都是从事着另一种骗人的航道 九托 当年他们在贵州也骗过不少人 后来随着新闻的曝光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识破这个九托骗局 他们自然也干不下去了 这才回到了重庆 但是不得不说有一种人 他就是好意勿劳 他们非但没有去找一份正经工作 反而又琢磨起骗人的新招数了 于是呢 他们俩就研究出了一套相亲式诈骗 一番以前的套路 敢于见面 甚至敢于见家长 为的就是那礼品钱 有了方案 他们这就打算招人了 拧着说招人来当骗子 那是肯定不会有人来的 于是他们打出了个旗号 游戏带恋 这么一来呢 一些年轻人稀里糊涂的 就这么加入了这个团伙 当然了 来了之后呢 周某会对他们进行培训 这样一个感情话术 就是培训的资料 很显然周某和周某某 就是为力而来 那么接下来 再来说说这些见面的女孩 前面我们也看了照片 他们其实长得都不错 也很年轻 怎么就甘愿在 这个泥潭里头待着呀 这位是小林 见面女孩之一 小林说她之所以愿意在这吗 原因其实很特殊 当时是我的朋友 帮我过来这边房间 您听听 竟然是被自个儿的男朋友喊来的 当然了 起初一段时间 小林说她也很不适应 但是渐渐的 她发现这样确实能赚着钱 再加上男友的游说 小林就死心塌地的留下来了 但事实上小林表示 每次出去跟其他的男子见面 她也会非常的忐忑 第一个原因嘛 是老板给的任务压力太大 要求小林必须要带着受害人 去指定的店消费 带到古典的店里面 就是服装店啊 然后里面消费 她的时间也会说 给你买衣服呀 或者怎么样 然后里面时间会 跟她提要求 然后给你买衣服 或者给家里面买衣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